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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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冷静下来 你们别忘记了 当时去办手续的时候 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场的 明明就是我妈转的账 你只是单一个虚名 只要我去查 事情就能水落石出 小姨的眼里闪过一丝慌张 小姨夫却快速开口 有本事你就去找银行 我只知道 钱是谁的名字 就是谁的 旁的我一概不认 我被小姨夫猛的一用力 推到了门外 巨大的冲击让我亮呛了几步 手磕在门框上 灯石破了皮 然后迎接我的就是重重的关门声 我这是直接被赶出来了 我被气得一脚踢在门上 怎么有人能这么厚颜无耻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竟然还敢心安理得地站了 要说之前 我妈在时我小姨一家 对我有多虚伪 现在真相揭开 我就有多恶心 他们不就是站着存折是小姨的名 我就不信了 现在这个时代 我想要个公道还能被憋死 我从宋岳桐家里出来之后 就直奔当初和我妈她们 一起来存钱的银行 并且找到了当初为我妈和小姨办理业务的营业员 想让她调出银行的监控作证 因为当时一下子存了五百万 是属于大额存款 所以经手的员工印象深刻 但是他们却拒绝了我调监控的请求 理由是银行的安保问题 没办法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我只能按照流程 在警方的帮助下提交流程申请 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才拿到了当初的视频 却没想到 这证明不了什么 宋小姐 就算有这个视频 我们银行也不能判定 你是这笔钱财的所有人 因为当初是你妈妈自愿将存折 记在你小姨名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甚至可以判定 你妈的行为属于自愿赠予 银行工作人员 将视频完整地看完 并且讨论了好久 才告知我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顿时冷意 从脚底板传到了身上的每个部位 声音控制不住拔高了好几个音调 难道我妈给我留下的最后一笔钱 我就只能任在送给这么狼心狗肺的一家吗 明明这钱所有人都能看到 就是我妈拿出去的 这段时间积攒的怒火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一下 让我即将崩溃 我无助地捂住自己的脑袋 凭什么 明明是他们算计我们母女 我却只能吃哑巴亏 银行经理目光怜悯地看了我一眼 没办法 宋小姐 这就是法律规定 于情我们肯定占你这边 但于法 就算你将你小姨一家告了 这笔钱也很难拿回来 我将自己的拳头捏得搁吱响 再度抬头 我目光坚定 不 我就不信了 我一定可以证明 这笔钱是我的 那一家人 别想占我的便宜 短暂地发泄了一下 我重整旗鼓 还没到最后 我不会认输的 宋月童一家 在我妈尸骨未寒的时候 都敢这么欺负我 我一定会好好地还给他们 只是 我还没找上宋月童一家 我那个表妹 倒是迫不及待 跑到我面前 要舞杨威来了 甚至身后 还跟着我男友 我眯着眼睛 看着走到身前的两人 视线落在两个人 交握的手上 宋欣 我听说 你破产了 还跑到我家去找我爸妈要钱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嘖嘖 以前就仗着有钱傲气得很 现在呢 穷鬼一个了 连你男朋友都不要你了 王昭欣有意无意地摆弄着她 涂得花里胡哨的红指甲 故意阴养我 昭昭 我别把我和这个女人扯在一起 以前要不是看她 有钱 谁受得了她 没有公主命却一身的公主病 现在我对你的痴心 可是天地可见 王昭欣话音刚落 林也却狗腿地忙着表忠心 装出来的深情真虚伪 早知道我这个表妹不太喜欢我 却没想到她如此恨我 迫切地来落井下石 王我妈一直对她一片真心 她大学因为成绩不好 只能上三本的独立学费 四年啊 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 甚至都是我妈套的 现在 我妈一去世 她却半点伤心都没 只顾着看 我是如何的落魄 我面上欲发冷冽 心里替我妈不值 王昭欣 你别忘了 你连大学 都是受的我妈的恩惠 现在她尸骨未寒 你就忙着抢了我不要的垃圾 来我面前显摆 你的良心 不会痛吗 你跟你那个 抢了别人钱的爸妈一样可恨 一辈子就盯着别人的东西 恶心 你说谁是垃圾 林叶被我鄙视的眼神刺激到 当即气急败坏地指着我 我只是瞥了她一眼 冷笑了几声 之前之所以会和林叶谈恋爱 也是被她的表面迷惑 这几个月 她对我一直百依百顺 倒是给我提供了挺好的情绪价值 现在她在我遇到困难 就急切地将我甩了 我反而庆幸 还好没真的和这种表里不一的渣男绑在一起 而且她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我 那之后肯定也会不假思索地抛掉别人 本性难改罢了 哼 送心都这个地步了 你也只能嘴硬罢了 你和你妈不是一贯傲气吗 自以为有点钱 就拿着钱羞辱我们一家 你妈供我上学 不就是施舍我 想让我们一家对你们母女两个感恩戴德吗 还好 报应不爽 你很快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而且还会歉意堆债 王昭欣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嘴角的笑藏都藏不住了 我妈对他们一家的善意 却被他们觉得是施舍 可笑 这不过是没本事的人在自欺欺人罢了 拿钱的时候 怎么没见他们有骨气的别拿 我只觉得寒心极了 王昭欣 如果你只是来看我笑话 就赶紧走 别以为你爸妈占着钱 不还我我就没办法 这笔钱 我一定会拿回来的 毕竟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现在公司的事情 就够我忙得焦头烂额了 我也没太多信息 跟着两个人瞎掰扯 就朝外面的助理挥挥手 让他带保安来将人轰出去 哼 宋欣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都自顾不暇了 还想拿回钱 那笔钱 是你妈那个傻子 自愿赠予我妈的 是我们家的 你想拿回去 没门 脸都撕破了 王昭欣索性 直接承认下来 那笔钱的存在 语气中 却是满满的得意 毕竟 就他妈和他爸 一个拿着三千块钱的保安 一个无业游民 只要一查就知道 这笔巨款 不可能是他们自己赚的 看王昭欣此刻的表情 在联想到之前 他爸对我说 要去银行查监控的不屑 心里一个猜测立刻涌上来 他们一家三口早就算计好了 不明不白地转账 最后解释成我妈的自愿赠予 这笔钱就有理有据地落到他们头上了 但是还有一个变故 他们怎么能预测到我妈会去世 难道 心里万千疑问 我觉得不打草惊蛇 只是看向王昭欣的目光更加冰冷 抬手示意刚刚赶过来的保镖 把这两个人轰出去 给他们一点教训 不然真以为我好欺负的 我立刻赶回家里 清理我妈的遗物 从我妈刚出世到现在 也还没有十天 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我妈的专属律师料理 我一直为公司和那五百万的事情 忙得焦头烂额 是啊 我妈是意外出的车祸 但怎么随身的手机和包都不在呢 更像是被人刻意地拿走了 我立刻打电话给杨律师 却听到了异常熟悉的声音 我妈 还活着 半个小时之后 我颤抖着手放下了手机 我妈真的没死 她只是故意炸死 这场意外的确是有我小姨和小姨夫的手笔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两个背后有人 在我妈已经对他们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还能将这次车祸完美伪装成意外 甚至连警察都察觉不到任何的意外 当天 我妈还在秘密疗养 也是为了躲避暗处的人 她并没有出现 但却派来了杨律师 我们决定做一个局 引蛇出洞 欣欣小姐 夫人的意思就是 你先稳住宋月彤夫妇 最好是让他们放松警惕 然后自路破绽 背后的人 夫人已经有眉目了 这段时间 我会让人私底下调查 其他的你 不用担心 夫人一切都好 杨律师拿出了一答资料 然后向我阐述了当前的情况 我看着手里的保险合同书 诧异地抬起头 我妈想要用这个 引诱送月彤夫妇 对 就他们这种贪心的人 只要知道你手里还有巨额保险 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上次会没抓到实打实的证据 是我们掉以轻心了 这一次 他们别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放心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自寻死路的 他们不是想要钱吗 我就将钱送到他们面前 看他们敢不敢要 我淡淡地勾唇 眼里是足够的自信 贪心的人最好上当了 在我将巨额保险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第二天 宋月彤一家三口就迫不及待到家门口赌我了 欣欣 来 小姨给你带钱来了 这是五万块钱 你先拿着用 小姨之前都是跟你说笑的 咱们都是一家人 出了事哪能不互相帮助呢 毕竟现在 你妈一走 我和你表妹可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我刚要关上门 就看到我小姨宋月彤激动地朝我扑过来 虚伪的笑容盯得我甚得慌 还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信封 五万块 拿了我妈五百万 现在就拿着五万块想要搪塞我 真当我傻 我冷着脸 不着痕迹地将宋月彤的手推回去 我虽然缺钱 但还不至于缺五万块 这钱现在都不够公司色牙缝的 我还不如等着我妈给我留下来的五千万巨额保险 只要等到时候钱移下来 公司的危机立马就可以解了 我知道他们一家子来的目的 还想空手套白狼 那我必须得让他们出出血 果然 一听到我说有五千万的巨额保险 宋月彤一家人眼睛都快亮下了 而我也表现出对这五万块钱赤裸裸的嫌弃 王正察觉到我的不耐烦 赶紧将宋月彤推开 你这婆娘 让你多拿点钱来帮欣欣 你怎么就拿这么个五万块 你打发谁呢 赶紧的去银行多取一点钱来 一边说着 王正还一边使眼色 宋月彤立刻心领神会 愁着一张脸 这不是钱都存理财了吗 现在咱们手头上根本就拿不出多少活钱 我也没办法呀 欣欣啊 这五万块钱虽然少 但你先拿着 以防万一不是 夫妇两个一唱一和 在我面前演起了戏 想用五万块钱撬开我的嘴 想得美 我记上心头 小姨 也不是我小肚鸡肠 你将我妈的五百万据为己有 现在却拿了五万块想来打发 我 真的很让人寒心 我本来还想着 你是我妈唯一的亲人 我妈保险留下来的这五千万 我也不利于分你一半 但你们之前耍无赖的行径 和现在用五万块钱打发我的做法 是真的让我接受不来 我说得情真意切 还扬装委屈地掉了几滴眼泪 欣欣 你 你说的是真的 你愿意分我钱 宋月彤失控地按着我的肩膀 整个人都甚是兴奋 王正的目光也是死死地盯着我 连我表妹也是亢奋地注视着我 既然他们想要钱 我就给他们画一个大饼 我无所谓地摆手 然后嘴角邪笑 本来是愿意的 但我现在有些犹豫了 你们还私吞了我妈的钱 想看着我破产 我又不是圣人 我肯定会记恨的 哎 就是保险的钱今天才开始公正 最快也得半个月之后才能拿到钱 而目前公司的现金流只能撑几天了 我打算先找别人借点 到时候再连本代息还回去 我故意表达我对他们之前行为的不满 还将目前遇到的困境也说了 今天他们要是不先拿钱向我表忠心 之后就再也没脸找我分钱 果不其然 我话一出口 宋月童嘴就被堵住了 拿进口袋里的钱 他怎么能轻易拿出来呢 我则是意味不明地盯着他们 好一会儿 王政才突然开口 欣欣啊 你能不能把那个保险合同给我看看 我怕你年纪小被骗了 我先看看那个合同是不是真的 要是真的 我立马让你小姨去银行取钱 就算利息都不要了 也得把钱先拿来借你 王政那个老狐狸 对我还有戒心 还怕我拿假的合同糊弄他 我似笑非笑地望了他一眼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合同 静静地看着他拨通了一个又一个电话 二十分钟后 王政神情高昂地握着宋月童的手 点了点头 然后冲着我说道 欣欣 俗话说得好 亲兄弟还明算账 这钱我们可以借给你 但你得写欠条 到时候连本带利还 而且你还得写一个保证书 承诺你只要拿到那五千万的保险金 自愿分我们一半 明明是他们贪了我家的钱 现在不说还 还只是借我 到时候还得还利息 甚至还得寸进尺 要求我写保证书 我忍住心底想要跟他们撕破脸的冲动 扬起笑容 行啊 没问题 就是现在公司已经面临破产清算 需要的钱比较多 可能真的得五百万上下 你们拿得出来吗 什么 竟然要五百万 你这个公司就不能别要了吗 还上赶着往里面冲钱干什么 一听到足足需要五百万 王昭新彻底坐不住了 站起来就指着我大吼 我皱着眉定定地看向他们 别忘了这钱到底是谁的 我不想跟你们计较只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 亲人不想闹成那样 而且我也没要求你们借我 反正我半个月之后就能拿到五千万 我找银行借也行 只是那五百万就算买断我们之间的情谊了 这笔保险赔偿款 你们一分也别想要 我也不是软柿子 我故意表现出气愤的样子 蹭的站起来就要将他们一家人赶走 王正迅速地朝着他的宝贝女儿走过来 一巴掌直接扇过去 怎么跟你表姐说话的 不就五百万吗 你表姐都答应了 只要她拿到钱会还给我们的 你插什么嘴 王正看出我的生气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她已经利欲欣欣了 宋月彤也不安地拉着我的手 然后像做了巨大决心一样 欣欣你没骗小姨 等你拿到钱 你可一定得分我 当然 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看着这沉浸在抱负的喜悦中的一家人 我只觉得讽刺 鱼儿终于上钩了 当天下午 我就跟宋月彤和王正签了保证书 直到第二天 他们才下定决心般地拿着五百万现金来找我 王正果然心机够深 他过来的时候甚至还是全程录像 并且有意无意地引导我往借钱的方向说 我余光撇到他藏在衣服里的摄像机 内心偷笑 难以想象这是一辈子挣不到钱的男人 算计别人小心思倒是非常多 我如他们所愿 当作不知道 顺利地拿回了这五百万 而他们两个得了我的承诺之后 也是心满意足地走了 就让他们再做几天报复的美梦吧 与此同时 我妈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原来宋月彤夫妇背后的人是科西公司的总裁顾和天 我家公司是我妈一手创办的 这几年发展势头很猛 正好和同行业的科西公司并驾齐驱 之前就发生过一次机密泄露的事情 现在想想 难怪当时科西推出的新品和研发部推出的新技术那么像 那估摸着当初就是宋月彤泄露的 只有他才能不露马脚地接触我妈的电脑 找到了背后主使人 接下来的一切行动就会方便很多 之后的每一天 宋月彤和王正按时打电话问我保险的钱下来了没 我一开始只是搪塞 后面见他们越发没有耐心了 就开始避而不谈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忍多久 就是要将他们逼到失去理智才最好 就这样半个月之后 在我到期依旧对给钱之事避之不谈后 宋月彤夫妇终于失去了耐心 宋欣 你怎么回事 说好的今天把钱给我 钱呢 我的办公室大门被人从后面暴力推开 王正阴沉着脸 气势汹汹地质问我 赶紧把钱给我 否则我现在就拿着欠条去告你 宋月彤显然更沉不住气 整个人看着即将暴走 我闽纯清笑 故意表现出一脸惊讶的模样 什么钱 我听不懂 我什么时候找你们借钱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宋欣 你装什么 你找我爸妈借了五百万 赶紧还 还有你承诺了保险一下来 就分两千五百万给我妈 一共三千万 赶紧拿过来 不然我们就报警抓你 王昭新见我否认 张牙舞爪就要朝我扑过来 看着眼前这一家三口奔溃的模样 我心情甚好地抱着胳膊 第一 那五百万是我妈留给我的 我只是收回 第二 我是保险的唯一受益人 我凭什么分一半给你们 想做梦想疯了 我观察宋月彤夫妇的神情 就是要激怒他们 我要引导他们再次犯罪 果然 一听不止我原先答应的巨额保险部分给他们 甚至连原先的五百万我一拿回就不认账了 王正眼中的音质一闪而过 转手就掏出了手机威胁 还好我留了一手 我手里有欠条和视频 我倒要看看 警察来了 你还认不认 说着 王正就当着我的面拨通了报警电话 等一会到了警局 你钱不拿出来也得拿 王昭心一听 他爸留了一手 顿时崇重地松了一口气 语气尖利 我看着对面圣券在握的三人 可笑至极 倒打一耙的功夫 他们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警局里 我淡定地坐着 王正和宋月彤则是痛心棘手地状告我 警察同志 我外甥女半个月前找我借了五百万 而且我姐去世后的巨额保险五千万 她答应分我一半 但她现在不认账了 这里是欠条和视频 我希望你们能强制执行 就是我要告她骗钱 你们赶紧把她抓到监狱去 把钱给我吐出来 我拍了拍手 直直地站起来 看向宋月彤夫妇 那五百万是怎么来得你们心里清楚 是我妈存在你们那的 警察同志 我要告宋月彤夫妇诈骗 使他们夫妇骗我妈 让我妈用自己的钱确存他们的名 这是我妈曾经和宋月彤的聊天记录 还有 这是我打印出来的转账记录和监控视频 时候差不多了 杨律师一到 我就将我收集到的证据却都成了上来 这 这个手机 你怎么会有 看到我掏出的手机 王正和宋月彤眼睛闪过惊悚和慌张 声音立即变得结巴 怎么 以为自己已经将这个手机毁尸灭迹了 你说 半夜我妈会不会来找你 毕竟 对于他们的反应 我非常满意 我缓缓地走到宋月彤面前 凑到他耳边说话 贱人 你乱说什么 我话还没说完 宋月彤突然情绪激动地将我推开 我不以为意地看向他 没错过王正眼里一闪而过的杀意 我刚才凑到宋月彤耳旁说的话 他显然也听到了 现在万事俱备 我可就等着他们破罐子破摔动手 希望他们不会让我失望 我没有跟宋月彤争辩 而是看向在核实资料的警察 警察同志 据我所知 这种巨额所得 就算要赠予 也得经过一系列公证 宋月彤夫妇 让我签下的保证书 不能作数对吧 万一我是胁迫的呢 我早就跟杨律师算计好 像这种巨额保险赔偿款 我就算真的想分一半出来 也得经过专业公证 不然根本就成立不了 法律上来说 的确是这样规定的 所以宋女士和王先生 你们提交过来的保证书和视频资料 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警察局长最后的这一席话呀 彻底粉碎了宋月彤夫妇的幻想 宋月彤正愣地看着我 不敢置信到手的钱 就这样打水漂了 张红着脸 指着我 却说不出话来 王正狠立的眼神看向我 才咬牙切齿道 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事吗 你故意以保险款为诱饵 比我们将这五百万仙掏出来 事已至此 王正终于反应过来 我只是笑笑不语 但眼神默认了 宋欣 你这个贱人 我跟你拼了 赶紧把我家的钱吐出来 王昭星接受不了 他们一家人 被我摆了一道的真相 肆无忌惮地朝着我冲过来 张开手就要打我 却被我眼疾手快地躲开 正好站在我侧后方的杨律师 攥住了他的手 这就受不了了 没用 只要有我在一天 你们别想寄予我家的钱 我闲悟地拿起手 怕擦了擦自己的手 走出了审讯室 因为我的反将一军 宋月同一家 反而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五百万他们拿不回去 更别说那两千多万的保险赔偿 有我拦着 他们更夺不走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沉住几天的气不动手 意料之中地 三天之后 我的探子回了消息 王正找上了科西集团的顾和天 他们想将用在我妈身上的手段 再次用在我身上 到时候 只要我这个唯一继承人没了 不说保险连带着钱和公司 都会被宋月同夫妇收入囊中 好戏即将上演 而我妈身体已经痊愈得差不多了 我暗中将她接回了家 我们一起布下了天罗地网 就等着宋月同和王正自投罗网 终于在我跟往常一样上班时 我收到了消息 王正今天就会动手 他或同固和天 给我精心设置了一场意外车祸 我按照原定的程序私下里报了警 最后 由安排好的警察坐上了被动了手脚的那辆车 我则是秘密带着我妈赶往了事发现场 毕竟现场抓包多好玩 最后再让他们看到我妈死而复生 吓死他们 宋欣在哪里 怎么回事 你们不能抓我 我跟我妈到场的时候 恰好看到王正被烤着手套压制住 旁边围着一圈的巡逻车 还有一辆货车和私家车 显然就是王正和他雇佣的杀手 姨父 你是在找我吗 我推着我妈款款走过去 嘴角含笑 你 你不是死了吗 王正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妈 哆哆嗦嗦地抬起手 整个人如丧烤笔 我妈冷声 不屑地扫了她一眼 怎么 我没死 让你们很失望吧 算计我的命 还想算计我的钱 大梦一场空的滋味如何 我妈最懂得王正谋划了这么久 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开口即致命 姐 你 你竟然没死 与此同时 宋月彤也被我妈 事先安排好的人引了过来 看到我妈 她眼里的京剧不加掩饰 你别叫我 我没有你这种谋财害命的妹妹 我妈冷哼一声 连眼神都懒得施舍给宋月彤 她可以接受王正想害自己 却接受不了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 也想要自己的命 平心而论 我妈这些年来对宋月彤的照顾 真的是实打实的 他们一家三口 几乎全都是我妈在养活 可惜却养出了三头白眼狼 杨警官 证据确凿 王正和宋月彤密谋 杀害我的事实 已经被抓包了 况且他们之前 还联合科西集团总裁顾和天 谋害我妈 蛛丝马迹也被我们找到了 接下来的事情 麻烦秉公办理 我们要王正夫妇把牢底做穿 真相赤裸裸地摆在眼前 我也懒得再跟这两个人浪费口舌 直接开口请求警官将王正和宋月彤带走 杨警官点了点头 就挥手让身后的警员上前 制住了王正和宋月彤 刚才是一个女警 假扮成我的模样 诱出了王正 谋杀的罪行直接就被抓现行了 王正默不作声地被拉走 从我带着我妈出现的时候 她就知道这一切都完了 只是不甘地瞪着我 宋月彤却突然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地拉着我妈的裤脚求起了我妈 姐 我是你亲妹呀 之前的事情是我猪油蒙了心 但你不能把我和阿正送监狱 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行吗 我们保证走得远远的 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我放过你们 那谁来放过我和欣欣 要不是我们两个有准备 我们连命都被你们害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我妈对宋月彤已经彻底死心了 曾经那个听话的妹妹 现在已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犯 我悠悠地开口补刀 宋月彤 从你们决定犯罪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后果 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我和我妈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想害我们的人 你闭嘴 我和阿正走上这条路 还不是你们害的 姐 你明明那么多钱 你为什么就不能分我们一半 你只是心情好了施舍我们一点 但我们不想过这种日子 我会变成这样 都是你们逼的 你们才是凶手 眼见我和我妈态度坚决 宋月彤知道没机会了 索性破罐子破摔 当众哈哈大笑 指责其我们 亲戚之间 帮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你既然还觉得自己没错 那就好好回监狱里反省吧 我妈落寞的神情被我看在眼里 即使知道自己的亲妹妹害了自己 但她却还是很不下心来 我见状直接撂下话 率先推着我妈走开 哈哈哈哈 宋月彤 我会变成这样 你才是罪魁祸首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走了老远 还能听到宋月彤 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我蹲下来 郑重其事地拉着我妈的手 妈 宋月彤会变成这样 是她自己贪心 不关你的事 你只是她姐姐 不需要为她的错误买单 我妈沉默着跟我对视了好久 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对 欣欣说得对 妈活了大半辈子 竟然还没有你看得清楚 成功消除了我妈心里的疙瘩 我才放下心 推着妈妈坐车回了家 过了两天 法院那边传来了判决通知书 关于我和我妈的车祸 是王正和宋月彤一起策划的 另外 顾和天利用自己的势力 帮他们夫妇两个擦屁股 相等的代价 就是想要吞并掉我家的公司 所有的证据都摆到了明面上 王正和宋月彤作为两场案件的谋杀主犯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而帮凶顾和天以不正当理由助纣为虐 被迫立即卸任柯西集团总裁 并且以盗窃公司机密和罪犯帮凶的名义 被判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看着曾经伤害我们母女两个的坏人 终于得到了惩罚 我和我妈心中的大石头才终于落下 再说王昭心 在他爸妈判决书正式下来之前 他还不死心地到家里和公司在围堵我妈 骂我们母女两个狠毒 理所应当地逼我妈去将他爸妈保释出来 他一直天真的以为 我妈只是吓唬他们的 不会真的对宋月彤夫妇下手 直到最后无期徒刑地判决下来 他才真的慌了 一直以来 他依附于他爸妈 而他爸妈依附于我们母女 他享受惯了 根本就受不了没钱的日子 他开始装可怜 说好话 企图让我妈心软收留他 不过这怎么可能 我妈坚决地表示之后 不会再插手他的任何事情 就这样 他胡搅蛮缠了两个月 见我妈是真的下定决心不再管他 他彻底慌了 甚至还搞上法院 让我妈得给他生活费 可这不是做梦吗 不说他已经25岁了 而且我家跟他也只是亲戚关系 没有抚养义务 他意料之中的失败了 但他从来没工作过 能力不足 却眼高于顶 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作为一个极端的自私主义者 他就卖了家里的房 拿着那笔钱风花雪月 就他这石头 那点钱很快也会被他败光 他们一家子明明有劳动能力 却只想着不劳而获 结果只会失去一切 人想要什么就要靠自己努力得到 才是最牢靠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